王菲将亮相真人秀节目,天后要回归乐坛,准备付出了。 王菲将亮相真人秀节目,天后要回归乐坛,准备付出了。 湖南卫视的很多档节目都亮点十足,快乐大奔赢,天天向上,爸爸去哪儿,歌手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而现在,湖南卫视放出了今年最震撼消息,天后王菲将首度亮相真人秀,参加湖南卫视的快乐之城。 但是大家都知道,王菲一直以高浪著称,最近几年已经懒得出唱片和出席活动了。 现在突然宣布亮相真人秀,难道是要付出乐坛吗? 小编了解到,湖南卫视这档快乐之城综艺节目,可以说是为王菲定制的音乐节目。 名字和王菲的《欢乐以偿》演唱会大大相似,而且王菲这样的天后参加了,对节目必定是有极大主导权的吧。 今年48岁的王菲出道娱乐圈已经多年,在圈里也一直是大咖的存在。 不过他这几年一直是退圈的状态了,没怎么参加活动。 去年的演唱会也频频走音,让众人大喊失望。 但王菲的身下慕庸置疑,《欢乐以偿》演唱会,单场报酬就一个亿。 这次综艺节目,传说王菲的出场费高达八千万和一亿,甚至高达三亿。 看来湖南卫视成一十足啊。但是这个出场费,会不会太高了? 你期待王菲的首次真人秀节目吗?